修改Google的语言版本 那各位看一下,有时候呢 我们在登录Google账号的时候,你有一大堆服务 点这个九宫格可以切完,它真的太棒了 那这里呢,Google真的非常值得赞扬 有时候它不是中文怎么办呢 要先登录你的账号,点这里,然后再来选这个 Google的账户,点起来 Google账户就是个人的地方 再往下拉,在哪个项目呢,其实我也得找 左边的个人资讯在这里,个人话在这里 资料跟个人话,往下拉 那这边呢,就会有 你认识这两个字叫语言 在资料,左边的第三个选项 当我点这里的时候是繁体中文,对不对 我可以再新增其他东西 假设我最近想学日文,我就把日文加进来 日文加进来又把往上提 预设子目前是这个 所以我现在我的Google就叫日文版 老师我最近想学英文呢,好啊 那我们再追加吧 追加再把English装起来 ABCDE,ABCDE,English装起来 选取 那当然这个叫往上提 往上,在这里咯,在往上 目前你的这个就变英文版 所以这个它是可以随着 个人不同的喜好去做调整 那这层次有时候装到 理论上呢,你在台湾装 理论上装起来预设子应该是繁体中文 可是有时候就是会怪怪的 对呀,就会出现这种状况 现在就变成繁体中文咯 是可以切换的 那如果你发生问题,再讲一遍 这里设定就是整体的设定 那如果你在确定中文 请你把其他的删除 这样就会比较OK 那你说删掉如果有问题 请你关掉再开一次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老师我没有登录帐号呢 我还没登录帐号 他这边这个 这个,接下来 我再讲一遍 从这里设定是整理的设定 那这里也有 这个程式叫做捆暖器上网 这是红、黄、绿、蓝 我可以点这三个点点的哪一个 设定 我先改一下吧 再往下拉 往下拉 这边会有进阶 进阶 语言好像在这里 这里 有时候这个地方 浏览器会搞砸 会搞错 有没有看到繁体中文 我把它改一下吧 我把它新增语言 我把它选一个英文 ABCDE 英文在哪里 英文在哪里 在这里终于找到了 英文 新增哦 新增完以后呢 来 那这是Google的显示语言 我把这个改成什么 将 英文设为Google Chrome的界面文字跟语言 点起来以后呢 重新启动才算数 好吧 那我再把它启动起来 这时候我的Chrome就全部变英文了 所以你刚刚在点的时候 老师 我这怎么都变这个 这个 这个是英文的哦 这个都英文的哦 哦 我刚刚在那边设定什么 老师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是设定整体 但是个别可以改 我现在修改是这个啦 这个 如果你的Chrome的眼线装起来 就长老师 英文在哪里改 三个点点的 设定 setting 往下拉的时候 这边就advanced 就进阶 advanced 进阶 好 选择就往下拉 会看到language 这个字你认识啦 语言嘛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Chinese中文这里 我就把这个改成什么 Display Google的Chrome in this English 请你用中文 那它叫你relaunch 就重新启动才算数 好 这时候在启动 这边就变成中文的 那我再整理一下哦 Google的话 整体设定是在这里改 可是呢 改完以后呢 它每个程式都可以个别改哦 我刚跟你改的是谁 跟着这个Chrome 我这里想改英文也可以 所以个别的程式是在这个地方 这样你会整理OK吗 我再整理一下哦 在这里改是改所有的程式 可是呢 我也可以个别改这个 个别改这个是针对他自己 就从这三个点点的 这个Setting里面的 进阶 Advanced 这边有语言 这边可以改 我也改成日文啊 这边是可以做修正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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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